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过去的921发生的一样的事情 那当地是在凌晨发生一个6.8级的地震 那过后摩洛哥的当地政府 他在有一个震灾的时候 有许多国家要进入到当地去救灾 但摩洛哥当地的政府 目前只接受来自西班牙、英国、卡达的救援团队 那许多国家没办法进入的原因是因为政治 那在他隔壁的是属于阿尔及利亚 他们两之间是有一些领土的纠纷 但这一次阿尔及利亚 他放下面子 他愿意去帮助摩洛哥 但摩洛哥不接受 我们持续祷告让神在这当中来动工 那也在西班牙当地有派当地的基督教的教会 也有组织慢慢的下来来援助 然后也有一些红磁智会、红星乐会、国际联合会 这些他们持续的来道路救援 还有持续的救援 有提供食物、水、卫生用品、帐篷、毛毯、发电机给受灾的民众 那这也是在120年遇到的最大的地震 那感谢神那在当地原本是说 他们不接受任何来自基督教所提供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规定 基督教领袖以耶稣的名义提供援助 但我相信从西班牙许多的福音的行动开始 许多他们当地的会开始遇见神 他们会知道神是如此的爱他们 如此的照顾他们 我们也在为他们后续的赠载 来持续向神来现场祷告 请 主感谢赞美你 主要我们为着摩洛哥来向你祷告 主要你柔软当地政府的心 主要真的是以民众为最大的 主要真的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能救一个是一个 主要在那个偏远的地区 有许多 有大概120个村庄 主要有许多的人受到影响 主要就相信 主要你真的是来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在这个救灾的观念 还有一个日后的一个建筑 主要都愿你来帮助他们 都有一个神而来的智慧 该路的帮助 主要你也动一个快手笔的工作 主要也想到 主要你来兼顾他们当地的基督徒 主要其实遇到许多的危机 主要他们的国家是以伊斯兰教为国家的 主要你真的来帮助他们 在这当中与你更多的相遇 主要真的是透过万人的祷告 为着摩洛哥 主他们就来就能够来领 就领到 你的你的声音就领到他们 主要你许多 我们相信你的计划就在这当中 你的神迹起事持续的发生 主你的时间 你的时机 主啊你就来来领到 领到就在这当中 主啊我们透过祷告 透过敬拜 让他们能够来更多的与你相遇 主你就来帮助摩洛哥 摩洛哥基督徒 还有政府 主都有一个聪明智慧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奉耶稣基督民祷告 Amen Amen 家人们接下来我们为着美国来祷告 目前美国现实是来自 冷淡自满与大家打成一片 弱化娱乐至上 讲故事不祷告的美国教会已经失去了S世代 千禧世代和Z世代的大多数人 输给人文主义和进步主义 这种情况是可以扭转 相信是可以扭转 是要透过大规模的复兴 救恩会唤醒人们的良知 使他们转向上帝与神的话语当中 这是必须先行的 而有一种惧怕是来自焦虑 需要得到周围人的肯定 对人的惧怕表现 取悦他人 价值观的妥协 同才的压力 以及选择不分享我们的信仰 当我们允许对人的惧怕影响我们的决定时 它就会成为一种网络 我们不听从圣灵的声音 而是选择回避不愉快的互动 听从对他人的恐惧比承担后果可能性要容易的多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样希望被接纳和爱 没有人喜欢被拒绝和批评 然而现实是基督说过 我们会因为基督信仰被拒绝和迫害 神也告诉我们要做盐要做光 盐可以使食物调味令人愉悦 还能消灭细菌 防止腐烂而保存食物 光则是可以指引方向给人安慰 也能揭露邪恶和腐败 盐如果失了味 会让罪恶和堕落的食物吞噬了我们的灵魂 光如果被灭了 让邪恶和腐败继续隐藏幕后操作 离开了真理的灯塔越来越远 接下来我们一起为着美国来祷告 来宣告 我们祷告 为美国恢复教会的能力 天赋 我们被呼召成为史上的眼和光 但因惧怕人的言语 使我们失去能力 通过这种惧怕 撒旦将美国教会带入各种撒旦的网罗 导致福音弱化无力 讲道臣服 基督肢体妥协 更失去整整三代人 我们感谢你 一许要临到拯救美国 恢复初代教会的能力 兴起你的教会 赐下敬畏神的灵 使你的教会不再惧怕人 不再与世界妥协 再次成为眼和光 充满能力 以接将来的大复兴 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 美国必被拯救 奉耶稣的名宣告 浪子将要回家 沉睡迷茫者将会觉醒 奉耶稣的名宣告 对主的敬畏将重回美国的土地 奉耶稣的名宣告 教会将不再屈服对人的惧怕 兴起成为世上的言和光 奉耶稣的名 复兴将临到X世代 迁徙世代和Z世代 他们将从撒旦的网路中 得以释放 奉耶稣的名 神的同在运动即将到来 奉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